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一下我認為目前打魔衝戰大鳥三層最穩定的陣容 就是太子妃 女閃光 萬聖高車 萬聖女巨人 首先講加工卡 你如果有伊斯塔爾守護者這個回血的話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他可以增加你的生存的穩定性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就用造成傷害增加這個 用這個的話其實也沒有到很難打 就是因為這個陣容算是還蠻穩定的 即便在新角沒凱樂打出來之後也一樣 那再來講裝備 就是女閃光的話如果你在B5以上的話 你可以用攻防就好 因為他大絕都可以打滿傷 那因為我只有B3所以我用攻防 那高色跟女巨人都用普通的血防就可以了 那半角全防的大海給女巨人 那女閃光的半角給他素質好的 穿攻擊裝備的滿技角色就可以了 那龍捲半角就給太子妃也是穿攻擊裝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魔獸的被動都是會累積下來的 就是他在第二層的第二階段的時候會有這三個其中一個 就是必死覺醒跟攻擊防禦減少跟最大HP減少 那我認為最好的是這個必死覺醒 因為在第三層的第一階段的時候 他的大絕跟他的攻擊卡相比反而沒有那麼痛 所以你讓他早點 你如果讓他有必死覺醒的話 他在第二回合就有大絕 那等於戰掉他一張攻擊牌 就打你比較不會那麼痛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他必殺值增加的越快的話 你的王太飛的起爆可以越早對他進行更好的輸出 好 那 攻擊防禦減少這個是新的 這個也有點煩但是也還好 就是不是不能打 那最大HP減少的話 你如果刷到這個我都建議你重刷 因為這個的話 在第三層的第一階段很容易死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實戰 這邊看我用的是造成傷害增加的這個 好那開場的話就看他出什麼牌 就是你看他頭上如果是 後面兩張如果是兩張銀色攻擊牌的話 都要先 建議你先放 女閃光的BUFF比較好 因為 你如果不放的話 很容易在第二回合就死了 如果是其他情況的話 你都可以先把 呃 女閃光的BUFF扣著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我刷到的第三個被動 就受到傷害減少這個 他會在你攻擊他之後 他會有一個減傷BUFF 所以你要在 你要把 比較弱的攻擊牌放在後面 這樣 這樣 才不會讓他的減傷BUFF 吃掉你的 主要輸出牌的傷害 那第二回合如果可以集 王太可以大局的話 就集他的大局 所以這邊就集他的大局 然後清掉必要的盤 然後清掉必要的盤 那這邊先放BUFF 然後 然後再放太子杯的大局 這樣你打他傷害比較高 也可以回比較多血 再來就是 越快通關就好 因為你 這一個回合 他打很痛 就是 你不需要扣招 就是 越快通關 你留越久只是增加你死亡的機率而已 因為這邊我就生太子杯 然後把他打死 那第二階段還有注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刷到必死的絕心的話 他現在會有大概四五個必殺 就是看他合多少牌 那他會在第二個回合 就有 就有 大絕 就是 所以你要在 你要在 這一個回合 把 高色的大絕 擠出來 就是你要在 第二個階段的 第二 回合 就要有高色大絕 不然你讓他放出大絕的話 他打你會 很痛 而且他會把你的BUFF都消光 那因為我這邊不是必死的絕心 所以 他沒有那麼快有大絕 所以我就不需要 在這個回合就把高色的大絕擠出來 那他下一個回合就會 擠到大絕 所以 這邊就要把高色的大絕擠出來 二血的話就是給你準備卡的一個階段 就是 你需要準備 就是越多張太子杯的攻擊牌越好 那 還有 因為閃光的三清BUFF 是我認為非常必要的 一個 準備手段 那這裡他有大絕 就記得用高色把它消掉 那他這邊 他會上你一個消滅BUFF 如果你有 多的攻擊 多的 進化的話 可以把它解掉 那因為我沒有 所以 就只能 硬打 這邊就順便清不要牌 然後直接進下一階段 看下一回合能不能再來進化 那第三階段的話就是你要在三個回合之間通關 因為你在 第三回合就不能放BUFF 那這邊我們就把 消滅解掉 之後集出女閃光的大絕 那他下一個你看他這邊有一個BUFF 就是他下一回合會有一個閃避BUFF 你如果到這個時候都還沒有 呃 女巨人的解除爭議的話 你就要 多集一點大絕 就是你要集出女閃光跟太子飛的大絕 因為你下一回合只有大絕打到他 你如果沒有解除 爭議的話 那你如果有解除爭議的話你就扣著 然後下一回合你用 其他的攻擊牌打他也可以 這邊因為我沒有 解除爭議了 所以 我就集出太子飛的大絕 那這一回合就先用攻擊牌 趁他打到他的時候 然後多打他幾下 順便把標牌清掉 這邊有BUFF就可以先放了 那順便先用太子飛的大絕回合 那這邊是破壞武器 如果是破壞武器的話你就無腦輸出他就對了 那有 嘲諷就放嘲諷 沒有嘲諷的話就盡你最大的能力 把他的血量打到最低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 其他的被動的話 就是如果是復活的話 也一樣是把他的血打到越低越好 因為他再來會放殺到攻擊 殺到攻擊 殺到攻擊你如果讓他血量太多 他就是以下一隻 那如果是25%以下會回滿血那個 你就要算傷害就是把他打在25%多一點這樣 那用女巨人的嘲諷扛一下 那個是我認為最難打 那這邊破壞武器的話 你就是盡量輸出就對了 這這邊把所有最好的 最強的攻擊牌都要放出去 看我現在有減傷 然後 他血量這麼少的情況下 他殺到的傷害都可以打我這麼痛 所以你如果沒有消他的血的話 就很容易死 那這邊就把他的減傷BUFF消掉 然後 把他打死就好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切收看